你跟客户约了几点啊 得快点儿 别迟到了 我们来谈合作 他跟我来干嘛 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 别生气了 你约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齐总 这位就是邀请咱们来合作的对接人 这就是季锦诚的未婚妻啊 齐总 您好 锦诚 你怎么来了 应该我问你吧 齐警察 你脸皮真厚啊 你是谁啊 敢这么和锦诚说话 齐总 我朋友确实有点口无遮拦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 我凭什么要尊重你 凭他是我的人 那你完够了要早点回家啊 那个我们今天确实准备的不够充分 合同的事情以后再聊吧 走 阿开 九九 锦诚 你不要相信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有问题 我的事你少管 好 阿开 喊九九 刚刚你也看到了 那七瑶分明对季锦诚有想法 你还坐得住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都要泡汤了 对啊 七瑶是我们的甲方 你猜想起来 二小姐 今晚七点最先楼见 七瑶 约我见面 这份合同代表了我们的诚意 希望我们不计前嫌 达成合作 七总 我真的很看重这次与七时的合作 只是 我希望能做到开诚布公 就事论事才好 韩小姐 抛开个人感情因素 我还是很欣赏你的能力的 谢谢季总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这个合同不能签 跟我走 你干嘛 回去说 季锦诚你干嘛 我 他们 上车 你要干嘛 季锦诚我是在工作 你们不要这么无力取闹 什么无力取闹 你跟那个阿凯住在一起 我无力取闹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那你呢 你跟七窑天天出双入队的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什么出双入队 那是我妈妈给我强塞过来的 我有什么办法 又是你妈 你阻止我们的合作不就是心虚吗 我心虚 能不能不要老人往那方面想 根本没有那回事哈 那不然呢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 我不想再让你载我和你家这家选一了 我们就到这儿 可以了 我 冷静 你干嘛 你干嘛想不开 帽子掉了 我想下去捡嘛 唉 我还以为你要做小事呢 你真是 夫妻对拜 送入东方 别人结婚 你怎么喝这么大 开心哟 你想 结婚呢 就有嫁人了 不想我 永远都没有人在乎我 我就很在乎你啊 静晨 你想成为我的家人吗 我已经吃了 你看我干嘛 你 如果我说 你想吻你的话 会不会像一个变态 那天空和日里 櫻花美得让人窒息 天空湛蓝的让人沉迷 清晨让人妒忌 等早櫻花生开始 我就会去看 你在上 思念和勇气 人群中备相依 想在一花树地 想等我们的世界 你的脸比这一花 还要美丽 我们的预期 按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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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生不可能把孩子带走吗 不然呢 留在这儿继续碍眼吗 你都已经有轻病的未婚妻了 我想及时止损不行吗 喜瑶不是我未婚妻 她不是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 我可以为了你放弃回季家 我不想再让你在我和你家之间二选一了 我们就到这儿 可以了 不是 来 静晨 你醒了 你刚刚一直在做噩梦 秋秋 还好有你在我身边 谁想在你身边啊 你差点把我都送走了 你 你什么都没想起来 记得什么呀 就 就以前 以前我们在谢里岛 我们度过了整整一年 好了好了 你这病刚好 好好休息 别胡思乱笑 我给你换杯热水啊 可是 脑科学家说过 车祸发生之后 很多人都会产生恐惧记忆 身心重创会导致记忆消退的症状 但当恐惧重现时 一般都会恢复记忆 那为什么我在车祸后恢复了记忆 而他却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要不我们想想别的办法 静晨 我警告你 你不要吓唬我 来 你这什么大班呀 你过去说这个颜色很称我 不可能 我不允许我的审美这么离奇 这小东西挺别致呀 你以前也说过 你最喜欢向日葵